抓下藏机 屁股藏机 古装剧手机穿帮 更有各的花样 今天小方带大家来盘一盘 古装剧里出现的手机穿帮 拍古装来不及收手机怎么办 我们看看琉璃 表面上是男主默默守护女主睡觉的镜头 实际上把镜头仔细一拉 这桌子底下躺着的 居然是部手机哎 还有香蜜 表面上是男主在跟女主拌嘴 手机上男主义俯身 又有一部手机 如一转也是个藏手机大户 书贵人的屁股底下就藏着一部手机 难道是想趁着大家伙不中夜 偷偷玩一下子吗 还有这些二哥们 被皇帝踹了一脚后 兜里藏着的手机也露出了头 只能说皇帝这一脚踹到 要踹出一部手机 想起来哪有露出来 这部这些剧 旁了 看看甄嬛传的船 隔壁书贵人还知道手机藏在屁股底下 但船在宴会上 居然直接把手机拿在手中把玩 镜头再靠慢一点 连手机上的光都能看得见 船莫非拿的青春剧版 还有大唐荣耀二里的大甜甜 在远景镜头里居然也正坐着在玩手机 还好飓风及时发现删除了镜头 不然这船帮可就成事故了 别的剧发现问题会及时修正 但小沈阳主演的这部剧是怎么回事啊 一个展现珠宝的镜头 里面居然出现了一部老式手机 还是某基亚牌子的 真以为观众发现不了啊 还有些特别不好控制的群众演员 人家主角在拍戏呢 他却掏出手机想拍主角 比如孙力演的这部剧的这位群演 还好他及时反应过来把手机收了 但东宫里的这位群演就有点过分了 居然掏出手机一直拍 看到自己被发现后 才很淡定的把手机收了回去 害得后期只能把他的手机劈掉 不过这个拿手机的动作还是很明显的 还有很多演员拍摄来不及收手机 就把手机藏在了身上 比如赵鲁丝和吴磊主演的这部剧 这个叫浮灯的吓人 在这个场景里 就把手机藏在了他的袖口里 他一转身简直太明显了 所以明明是女主正跟家人分别的催泪场景 但镜头里突然出现一部手机后 这氛围好像瞬间就变得滑稽了呢 还有这部剧里的这个小丫鬟 也把手机藏在了袖口里 主角们忙着谈恋爱 小丫鬟就忙着玩手机是不 直缝里这个整天嚷嚷着 有辱斯文的孙秀才 表面上是盛气凌人 指着别人就开骂的霸道秀才 实际上也是个喊开机后 手机都来不及受 只能藏在腰带里的手机岛 腰带里这么明显的一条突起 总不可能是揣的银子吧 另一部剧的群演 也得到了孙秀才的真传 本来是主角两人手拉手 在街上谈恋爱的镜头 却出现了一个明目张胆 将手机揣在衣服里的他 一时间我都不知道 该看主角还是看他了 还有这部剧里 这个被男主抓捕的李大人 打斗中不小心跪在地上后 由于裤子绷得太紧 被藏在裤子里的手机的轮廓 就被孤出来了 并且下一秒 喝饭了 说你是不是 喝饭后继续玩手机啊 不过这些演员好歹是 被人在身上 只露出了轮廓 没露出金雄 再看看寒冻 在这部剧中跟人聊天时 这腰间袋子里装的 不是个苹果手机是啥 所以这个袋子的存在 就是来装手机的 没想到现在的太监服 都这么潜卫了嘛 所以古装剧啊 你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的惊喜 还有多少藏不住的手机 我是小方 下期再见 再见